生命纪 第十七章 凡有残疾或有什么恶病的牛羊 你都不可献给耶和华你的神 因为这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 在你们中间 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诸城中 无论哪座城里 若有人或男或女 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 违背了他的约 去侍奉敬拜别神 或拜日头 或拜月亮 或拜天下 是主不曾吩咐的 有人告诉你 你也听见了 就要细细地探听 果然是真 准有这可憎恶的事 行在以色列中 你就要将行这恶事的男人或女人 拉到城门外 用石头将他打死 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座见证 将那当死的人致死 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座见证 将他致死 见证人要先下手 然后众民也下手 将他致死 这样 就把那恶 从你们中间除掉 你城中若起了征颂的事 或因流血 或因征禁 或因殴打 是你难断的案件 你就当起来 往耶和华 你神所选择的地方 去见祭司力为人 并当时的审判官 求问他们 他们必将派于指示你 他们在耶和华 所选择的地方 指示你的派于 你必照着他们 所指教你的一切话 谨守遵行 要按他们 所指教你的律法 照他们所断定的去行 他们所指示你的派于 你不可偏离左右 若有人善敢不听从 那势力在耶和华 你神面前的祭司 或不听从审判官 那人就必至死 这样便将那恶 从以色列中除掉 众百姓都要听见害怕 不再善敢行事 到了耶和华 你神所赐你的地 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 若说我要立王 治理我 像四围的国一样 你总要立 耶和华女神 所拣选的人为王 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 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 只是 王不可为自己 加添马屁 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 为要加添他的马屁 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 不可再回那条路去 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非平 恐怕他的心偏邪 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 他登了国位 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 这律法书 为自己抄录一本 存在他那里 要平生颂读 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 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 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 免得他向弟兄 心高气傲 偏左偏右 离了这阶密 这样 他和他的子孙 便可在以色列中 在国位上 年长日久 生命纪 第十八章 祭司立位人和立位全支派 必在以色列中 无份无业 他们所吃用的 就是献给 耶和华的伙计 和一切所捐的 他们在弟兄中 必没有产业 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 正如耶和华 所应许他们的 祭司从百姓 所当得的份 乃是这样 凡献牛或羊 为祭的 要把前腿和两腮 并脾胃给祭司 出收的五骨 辛酒和油 并出茧的羊毛 也要给他 因为耶和华 你的神 从你各支派中 将他拣选出来 使他和他子孙 永远奉耶和华的名 势力事奉 立位人 无论寄居在 以色列中的 哪一座城 若从那里出来 一心愿意到 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 就要奉耶和华 他神的名 侍奉 像他众弟兄 立位人 势力在耶和华 面前侍奉一样 除了他卖祖父产业 所得的以外 还要得一份祭物 与他们同吃 你到了耶和华 你神所赐之地 那些国民 所行可憎恶的事 你不可学着行 你们中间 不可有人 使儿女精火 也不可有占卜的 观照的 用法术的 行邪术的 用弥术的 教诡的 行巫术的 过阴的 凡行这些事的 都为耶和华所憎恶 因那些国民 行这可憎恶的事 所以耶和华 你的神 将他们 从你面前 赶出 你要在 耶和华 你的神 面前 做完全人 以你所要 赶出的 那些国民 都听信 关照的 和占卜的 至于你 耶和华 你的神 从来不许 你这样行 耶和华 你的神 要从你们 弟兄中间 给你兴起 一位先知 像我 你们要 听从他 正如你在 和列山 大会的日子 求耶和华 你神 一切的话 说 求你 不再叫我 听见耶和华 我神的声音 也不再叫我 看见这大火 免得我死亡 耶和华 就对我说 他们所说的是 我必在 他们弟兄中间 给他们 兴起一位 先知 像你 我要将 当初的话 传给他 他要将 我一切 所吩咐的 都传给他们 谁不听他 奉我名 所说的话 我必讨 谁的罪 若有先知 善敢托我的名 说我所未曾 吩咐他说的话 或是奉 别神的名 说话 那先知 就必至死 你心里若说 耶和华 所未曾 吩咐的话 我们怎能 知道呢 先知 托耶和华 的名 说话 所说的 若不成就 也无效言 这就是 耶和华 所未曾吩咐的 是那先知 善子 说的 你不要 怕他 使徒行传 第23章 保罗定睛看着工会的人说 弟兄们 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 都是凭着良心 直到今日 大祭司 亚拿尼亚就吩咐 旁边站着的人 打他的嘴 你这粉饰的墙 神要打你 你座堂 为的是按律法审问我 你竟违背律法 吩咐人打我吗 站在旁边的人说 你辱骂神的大祭司吗 弟兄们 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 经上记着说 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 保罗看出大众一半是萨都该人 一半是法利赛人 就在工会中大声说 弟兄们 我是法利赛人 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 我现在受审问 是为盼望死人复活 说了这话 法利赛人和萨都该人 就争论起来 会众分为两党 因为萨都该人说 没有复活 也没有天使和鬼魂 法利赛人却说 两样都有 于是大大的喧嚷起来 有几个法利赛党的文士 站起来争辩说 我们看不出这人 有什么恶处 倘若有鬼魂或是天使 对他说过话 怎么样呢 那时大起争吵 前夫长恐怕保罗 被他们扯碎了 就吩咐冰丁下去 把他从众人当中抢出来 带进营楼去 当夜 主站在保罗旁边 放心吧 你怎样在耶路撒冷 为我做见证 也必怎样在罗马 为我做见证 到了天亮 犹太人同谋起誓说 若不先杀保罗 就不吃不喝 这样同行起誓的 有四十多人 他们来见祭司长和长老 我们已经起了一个大事 若不先杀保罗 就不吃什么 现在你们和工会 要知会千夫长 叫他带下保罗 到你们这里来 假作要详细查考他的事 我们已经预备好了 不等他来到跟前 你就杀他 保罗的外甥 听见他们设下埋伏 就来到营楼里 告诉保罗 保罗请一个百夫长来 你领着少年人 去见千夫长 他有事告诉他 于是 把他领去见千夫长 被求的保罗 请我到他那里 求我领着少年人来见你 他有事告诉你 千夫长就拉着他的手 走到一旁 私下问他说 你有什么事告诉我呢 犹太人已经约定 要求你明天 带下保罗到工会里去 假作要详细查问他的事 你切不要随从他们 因为他们有四十多人埋伏 已经启示说 若不先杀保罗 就不吃不喝 现在预备好了 只等你应允 于是千夫长打发少年人走 嘱咐他 不要告诉人 你将这事报给我了 千夫长便叫了两个百夫长来 预备步兵二百 马兵七十 长枪手二百 今夜害初往该撒利亚去 也要预备牲口 叫保罗骑上 护送到巡抚菲利斯那里去 千夫长又写了文书 哥老丢吕西亚 请巡抚菲利斯大人安 这人被犹太人拿住 将要杀害 我得知他是罗马人 就带兵丁下去救他出来 因要知道他们告他的缘故 我就带他下到他们的宫回去 便查知他被告是因他们律法的辩论 并没有什么该死该绑的罪名 后来有人把要害他的计谋告诉我 我就立时借他到你那里去 又吩咐告他的人 在你面前告他 于是 兵丁照所吩咐他们的 将保罗骑里带到安提帕底 第二天让马兵护送 他们就回营楼去 马兵来到盖撒利亚 把文书呈给巡抚 便叫保罗站在他面前 巡抚看了文书 问保罗是哪省的人 既晓得他是基利家人 等告你的人来到 我要细听你的事 便吩咐人 把他看守在西律的衙门里 诗篇第104篇 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 耶和华我的神啊 你为智大 你以尊荣威严为衣服 披上亮光 如披外袍 铺张穹仓 如铺曼子 在水中绿楼阁的栋梁 用云彩为车年 借着风的翅膀而行 以风为使者 以火焰为仆役 将地立在根基上 使地永不动摇 你用深水遮盖地面 犹如衣裳 珠水高过山岭 你的斥责一发 水便奔逃 你的雷声一发 水便奔流 珠山生上 珠谷尘下 归你为他所安定之地 你定了界限 使水不能过去 不再转回遮盖地面 耶和华使全员 涌在山谷 留在山间 使野地的走兽 有水喝 野驴得解其可 天上的飞鸟 在水旁住宿 在树枝上啼叫 它从楼阁中 浇灌山林 因它作为的功效 地就丰足 它使草生长 给六畜吃 使菜书发展 供给人用 使人从地里 能得食物 又得酒 能悦人心 得油 能润人面 得粮 能养人心 加美的树木 就是利巴嫩的香薄树 是耶和华所栽种的 都满了枝浆 雀鸟在旗上搭窝 至于鹤 松树是它的房屋 高山为野山羊的住所 岩石为沙藩的藏处 你安置月亮 未定节令 日头自知沉落 你造黑暗为夜 林中的百兽 就都爬出来 少壮狮子吼叫 要抓食 向神寻求食物 日头一出 受便躲避 窝在洞里 人出去做工 劳碌直到晚上 耶和华 你所造的何极多 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 遍地满了你的丰富 那里有海 又大又广 其中有无数的动物 大小活物都有 那里有船行走 有你所造的鳄鱼 游泳在其中 这都仰望你 按时给它食物 你给它们 它们便食起来 你张手 它们保得美食 你掩面 它们便金黄 你收回它们的气 它们就死亡 归于尘土 你发出你的脸 它们便受造 你使地面更换为新 愿耶和华的荣耀 愿罪人从世上消灭 愿恶人归于无有 我的心哪 要称颂耶和华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